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苗董楞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苗董楞言一千日 第两百五十七日 经文段落 儿时世尊年敏阿南 集诸会中诸有学者 意味未来一切众生 为出世因做将来也 以炎福坛紫金光手 磨阿南鼎 即时十方普佛世界六种震动 围成如来驻世界者 各有宝光从其鼎出 其光同时与比世界 来骑陀灵 灌如来鼎 世诸大众得未曾有 经文消文 主题 十方普佛献瑞表法 注解六种震动 指大地震动的六种象状 行之动动涌起 身之动震吼极 依经典所在 在佛陀诞生成道 说法或如来出现时 大地皆有六种震动 华言经六种十八项震动 一动变动等变动 二起变起等变起 三涌变涌等变涌 四正变正等变正 五吼变吼等变吼 六吉变吉等变吉 以上萧文致辞 恭请建徽法师慈悲开示 阿弥陀佛 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任言一千日 第257日 这个今天是如来放光 而且还不是如来 一尊如来 是所有的如来都出来放光 这一段呢 是修道分的二决定意 就是第二个决定 一根结结的地方 那所有的大众呢 都听到佛陀讲 要从结心 要从根源来解套 每个人都有烦恼 但是要怎么解决烦恼 不是换一个环境 换一个朋友 换一个老板 换一个老公 那就可以解决 那我们以为啊 就是有一些特殊的方法 所以来学佛 结果佛陀呢就讲 这个的确是有解套 但是要从根 哪个根 就是六根 阿弥陀就觉得很奇怪啊 他说 怎么会是从六根呢 因为六根不是虚妄的吗 我们不是都不可以用妄心吗 因为佛陀讲 因地发心与果地觉要相应 就是因是不生不灭 果是不生不灭 那为什么会用这个断灭的因来修 不生不灭的果 那这个因果不符合 所以佛陀呢到后面啊 他用这个罗侯罗来集中 让大众知道 其实我们能够闻的闻性 是不生不灭的 但是那个声音呢 还有变化 有生有灭 那所以要修六根呢 其实是修那个心 透过根而显出心的作用 心在眼能见 在耳能闻 所以要修的是这个不生不灭的闻性 然后见性而不是这个平常啊 宫说宫有礼 婆说婆有礼的这个 那这一段呢 阿南就明白了 但是啊 接下来阿南就觉得 那问题是 虽然我知道 可是还很抽象 因此佛陀讲 这个崇根姐姐 那我看到世间的人啊 修行修很久 就像是那个姐姐的人 一样啊 如果不知道 那他到底那个结啊 心有千千结 他到底那个结从哪里来的 他永远都没结 是不是 佳佳有本来念的经 怎么大家修这么久 还这么多烦恼啊 所以呢 就像那个姐姐啊 解来解去 没解成功 那甚至于呢 连我们出家人啊 也是很多时候 就看起来好像 嗯 修行修得不错 结果突然遇到境界 啊 还是会发作 那这个叫做隔日虐 这隔日虐是什么呢 我们是很有善根 也很愿意修行 才会 跑来到场修行嘛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呢 来了之后就发现 嗯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而已 那还有很多其他的法案 蓝夫也都在这里啊 所以呢 这时候就发现 嗯 遇到了很多 哎 师兄弟 甚至于有的师父啊 跟我也是八字不合啊 那不合的时候怎么办 嗯 就开始呢 冲撞啊 有一些 想来想去啊 都觉得匪夷所思 怎么 啊 平常不会计较啊 哎 遇到那个事情就过不去啊 可能是一句话 可能是一个动作 一个表情 或者是他 眼睛很大 都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啊 那有时候呢 这个隔日虐 就会让自己起烦恼心 那哦 我说啊 都不要去管他啊 没关系 放宽心啊 要转念啊 不看身面看佛面 问题是呢 压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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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突然有一天就就爆炸了啊 所以哎就是看起来好像好了没事了 结果呢隔天又出来发作 这个病啊 就会一直不断不断的重复又重复 这叫隔日虐 那如果出家啊 修行啊 还不能够彻底的解决啊 那这个问题就会怎样 嗯 就不可以啊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这样修行了 怎么可以没有修成功呢 是不是 那佛陀呢 他教我们这么多 我也花了这么多时间 那也就是这个功拜垂成 真的很枉然 因此呢 他就特地啊 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知道啊 大家都有很想修 但是大家的问题的确有很多 所以呢 他问 今日身心云和是结 从何明解 大家有没有结啊 心结啊 也许不一定是你 也不一定是我 或者刚刚好就是你 或者是刚刚好就是 这个对头了 不管有没有 我们都多多少少都有啦 只是有没有去处理它 那还有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 也是有很多的问题 有时候啊 已经不是至少门前学就可以了 还会跑到我们的生活 入侵到我们的世界 所以这个苦难不断 那我们可不可以彻底的解决 这是阿难非常非常恳切的问题 那结果呢 这个时候啊 佛陀真的很慈悲 他为了要让阿难确定又确定 肯定又肯定 就是这个修行啊 的确是不简单 刚刚开始呢 我们会需要有一个很强大的依靠 对佛要升起强大的依靠 但是这时候呢 佛是像这个时代啊 佛是什么 是佛像 这佛像也不会跟你讲话啊 那你怎么样可以觉得佛很灵呢 所以佛陀就表演了一个非常厉害的 二十日世尊怜悯 阿难及诸会中诸有学者 意味未来一切众生 为初世因作将来演 就是佛陀很慈悲 就是要对阿难还有大众当中 还在学习的 还没有成到正果 还正在学习的一切修行人 还有未来的一切众生 如果真的修行呢 是可以种下出世的因 出世就是出离这个烦恼轮回 然后呢能够啊 在未来做将来演 这将来就是未来 在未来的一路上呢 眼睛都是张开的 不要再又闭起来了 现在听法好像比较聪明的 比较通透了 可是有时候呢想不开 还是眼睛又看不到 又看不清 所以这个眼呢代表的是智慧 所以我们现在来修行呢 慢慢修慢慢修会越来越有智慧 而且还会这个智慧还会怎样 即使我这辈子没有成功 它还会继续让未来一直是有智慧的 所以这时候佛陀就要再加强一次阿难的观念跟信心 所以以颜浮坛紫金光手磨阿难顶 佛陀的手他有放光 所以看起来会是像是金色的 那最漂亮的金就是紫金 就是放出这种最纯粹的金 就是有一点紫色的金 那他的手呢就是紫金 不是说他的手是金去涂不是 是他的手放光 所以呢看起来就哦 有一个种金光 那佛陀的手呢就摸着阿难的头 摸阿难顶 我们如果安慰这个小小孩小朋友 他很乖 你就会怎样摸摸他的头 或者是呢你要嘉奖他 你要摸摸他的头 佛陀呢就摸着阿难的头 那其实这有意义 因为手代表的是一种慈悲的给予 那佛陀要放光嘛 那这个手呢就摸了阿难的头 这个头呢有一种加持 什么样加持 就是头代表的是头脑嘛 我们很聪明 顶代表的是智慧 人体当中最高的地方就是头顶 所以呢用头顶来代表至高无上的智慧 那佛陀的手呢 一加持 哇不得了哦 就摸了阿难的顶 结果一摸的当下呢 大地震 这大地震不是灾难的地震 而是什么 而是六种震动 在晶田当中呢 如果出现了这六种震动 就是呢 我们讲那个水气万千 锐气啊 这念得对吗 就是这个是佛光普照 然后呢大地啊 有一种锐相 什么锐相 就会有六种震动 那这六种震动呢是 这个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强锐之相 特殊情况才会出现 譬如说佛陀成道 譬如说佛陀要说殊胜的大法 那这六种呢 就是有这个形状的 形体的动 就是上下上下摇动啊 或者是轰轰轰轰轰这样子 就是一直这个 这个层层叠叠层叠叠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 这个天上有云 这个风起云涌 那个就是一种震动的现象 那或者是声音 声音它会有声波 那也会有一种 就是隆隆隆隆隆隆的这种声音 那这个不是特别制造什么音效 而是因为六种震动当中 产生的一种共鸣 那在这个六种震动之后呢 发生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事情 就是全世界的如来突然就出现了 本来我们只看到在祈托灵 在这个在说法的那个释迦摩尼佛 结果突然之间呢 哦这眼前突然哇这个大开 大开眼界所有围尘呢 虚空当中都是佛 那佛每一尊佛怎样 各有宝光从其顶出 然后这个光呢 是每一尊佛的头顶放光 然后同时呢 从他的那个世界 射过来 射过来 同样灌在 这个释迦摩尼佛的头顶 那释迦摩尼佛的手在哪里 在阿南的头顶嘛 结果呢十方的如来 围尘如来哦 围尘就是无量无边的如来 他的头顶呢 放光来灌到这个释迦摩尼佛的头顶 然后就光就灌进去 然后呢 这个光呢 再透过手 好像是传书这样 那这个手呢 就全部都加持到阿南的头顶 那这是实在是太厉害了 那阿南不开悟 是不可能的啦 实在太厉害了 那这个大众呢 就看到 从来没看过 所以释诸大众得未曾有 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景象 因为这个在佛经里面呢 就看到光中化佛 也就有看过 对不对 一尊佛放光 也就有看过 但是 围尘的如来放光 然后全部都到佛的头顶 那真的是没看过 而且呢 还真是太好了 那个阿南真的是 太羡慕了 对不对 但是其实呢 其实不是佛陀的智慧给阿南 因为我们独愣眼睛就知道 这智慧是谁的 阿南自己有 只是阿南的没信心 他就觉得 嗯 这个 我不太确定 我不太确定 这样子怎么修 因为 我看到这个事件苦难的众生很多 那我修行修半天 你看他刚才讲 什么隔日虐 有没有 表示呢 他就是一直很懊恼 明明我修这么久 怎么还会遇到摩登前女呢 而且呢 我修得这么好 为什么摩登前女 他也不知道怎么样 他也没修 为什么我就会败在他的手下呢 是不是 所以心里面 就会担心啊 会变成 没有信心 我现在这样子 在佛的说法的时候 我听得很明白 该不会等一下又有业障 那我怎么办 所以一定要怎样 要相信自己 可以成佛嘛 可是问题是 这阿南呢 信心不足 跟我们一样 常常就是 啊 师父 你说得很好 可是 就有后面那个可是 那有那个可是之后呢 就表示 欠加持 有没有 那个光呢 就要给他灌下去 现在就是这样 佛陀其实 要让阿南 加强 加强 再加强 让他知道 这个信心啊 你一定要具足 否则呢 你面对这个所有的节哦 你就直接投降 好 所以这是这一段哈 就是非常非常殊胜 就所有的佛都来了 所以今天呢 各位 你们通通都跑来了哈 那一定就是感应到这个如来放光哈 好 那以上呢 是今天的内容 来看看我们这一组 有什么分享或者是疑惑 好 那我直接问问题 大声 就是其实我看了这一段啊 就我就是有感受到 其实自己 就是像我们啊 现在就是离佛很远嘛 那每天其实都是 真的是念念前扭 望生望起哦 所以 其实看完之后 我也觉得 我也没有那个如来摸顶 我们也没看 看不到这个如来放光 大地震动哦 那我也想 那就算是佛现在在 我前面摸顶 放钢给我看哦 我觉得那个光啊 跟那个震动还是佛的哦 那还不是我自己的哦 所以我想问师父是说哦 呃 这个祖师常常说 修行哦 要试这个路头哦 试得路头生死一起修哦 那到底 要怎么样试这个路头哦 真的是 能够让自己哦 弃悟哦 然后最后真的是自己能够放光 能够震动啊 以上 哦 很好 你会有这个问题是因为你真的没看过光 所以你是用想象的 你觉得我即使看到光我也不会 我也不会有信心哦 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佛讲话 我们没有看过佛放光 你没有是没有没有那种感应 没有那种殊胜的锐像的感感应哦 你不会感动 因为现在我们是用想象的 甚至于呢我们在这个哦 就像这一段呢哦 这师父要再找一下那个放光的那个场景的描述哦 你都找不到 因为没有办法去形容十方为成现身 好你光是呢如果你念佛念念念念念到三昧的境界 你看到眼前有一尊佛出现在你面前就够了 你就你就不一样了 但是因为我们都是一边念一边 怎么有没有 像我就不会有 这样子你就不会有 所以呢这是重点是 不用在那边自冤自探 因为我们没有相信 没有相信呢佛陀在怎么放光 你也是拉把狗掉 就眼睛就是不要看 那我们试试看嘛 因为从来没有试过 所以呢 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要做很多很多的加行 因为当我们真的修到足够多的时候 是会有感动 而且会改变 好那个感应是不一样的 就是难思议 你没有办法去 思议没有办法去分析 那阿南的问题呢是 他就是很喜欢用理性思考 然后我们又被现代的教育 教育成我们不可以相信怪力乱神 好所以呢 一看到这个怪 其实是我们怪 因为我们是井底之蛙 这世界很宽阔 好在佛陀的时代呢 天上随时有人飞来飞去 好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都是飞机飞来飞去 所以不是人飞来飞去 所以我们总是习惯自己就是不可能 没看过 所以说 那个飞起来的是怪 其实是我们没飞的是怪 好是真的是这样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时代真的碰不到 一个阿罗汉 那但是 有一个人说他是阿罗汉的时候 他几乎就是骗子 所以这就是问题 我们就很难 很难有信心 那为什么 那这个也不可能说 你就叫佛陀来你面前 基本上如果有 通常都是骗子比较多 所以与其呢 我们一直在想象那个感应 不如我们真的从自己的内心当中去修到那个清净法 你跟清净法相应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那个是什么 在还没有达到那个状态之前呢 我们先姑且相信 先看到这样子的情景 那因为在佛陀的那个时代 佛除了放光之外 还说了很多的法 所以我们不用说 哎呀佛经都是在那边讲那些怪力乱神 没有他只有某部分 整部楞严经讲的这么久 也不过就是放五次光 所以呢这五次光这是 这是第三次 那我们就知道 你看哪有那么容易就可以 每天都放光给你看这样 那如果是这样第一次你就很惊吓 但是第二次隔天来发现佛陀又用同一招 你就不会有感动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 有真的启发的那种智慧之后 你就会看到光 而不是用 我们现在用想象的制造一些生光效果 所以这是我们自己要知道 这佛经 走到这个时候啊 佛陀他 为什么要用这个方法 让阿南 来 增加他的信心 因为接下来阿南真的要彻底的明白了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宣誓啊 因为接下来的这一段呢 是我们明天会讲到就是 十方如来 异口同音 一起讲说 阿南 你一定一定就是要清楚的肯定修行的这条路是对的 是这样 所以 这是我们先 先今天先放光放一放好来预告一下明天的进度 好那 谢谢传问的确大部分的人因为他没有经历过 所以他会 有怀疑 但是他经历过了之后 他还是应该要怀疑 佛法是在所有的疑惑断除之后你才可以说你相信 你有怀疑是正常的 是正确的 我们要存疑 因为要亲自 证明而不是听人说 即使是佛陀 他告诉你 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 你没有办法亲自知道 你也不可以亲信 否则就变迷信了 这是很好的问题 我们就是 没有光啊 是不是 那我们也飞不起来呀 所以不要装 自己好像很懂很会 那有烦恼就有烦恼 没有烦恼 没有烦恼 有烦恼就怎样 不丢脸 就是大家解决他 面对他然后解决他 然后 没有烦恼 他自然就会让你知道 那个光就会现前 就会发光 好 谢谢传问 好 师傅阿弥陀佛 我是法医 我有两张slide 来跟大家分享 那第一张 当然要赞叹阿兰 尊哲 那从传宗的法脉 从佛陀以下 西天28组 阿兰是仅次 磨合 假设尊哲 排在第2位 他的复法纪 我们知道是本来复有法 复了 言无法 各个虚之物 悟了 无法 好第2张 那这张事像刚 似乎已经 开始过了啦 我就觉得阿兰 实在是 命好 都是享受那个五星级的教学方法 他不仅是聪明 悟心又高 到 蒋嫩严金的时候 他事实上 在佛陀 旁边亲自已经7年了 那我这个平凡的 这个小小兵 甚至是望尘莫及 而且距离佛陀3000年 以上 告诉自己 没关系 千年一顺 好像也还好 那看佛陀又一样 紫荆光手摸阿兰的顶 那我怎么办呢 我只好摸摸自己的头也没有用啊 那这种六种震动 我一碰到六级地震 我就吓到 赶快躲到旁边去 再来那个那个那个 曝光 整个出来 那我现在只能够接受就是太阳光 那个每秒钟 30万公里 要8分20几秒 才能够到 地球到我的眼睛里 这个差太远了 我在想我到底有没有救啊 因为阿兰 这样子的五星级 的教学 的 方法 他仍然是心油未鸣 这礼拜四啊 第四组会讲 还没有啊 他后面还有心油未打 那 我后来想了一下 其实我跟阿兰还是有一个一点是相同 我相信他有无穷的过去 就像我有无穷无尽的过去一样 那所以也许他现在已经OK了 当然我要面对无穷无尽的未来 那 也许现在这一刻 我才能跟我们 第二组的师兄啊 大家互相讨论互相抵律 大家互相包容 而且 现在又似乎这样的开始 其实我们也都是在享受五星级的教学方法 好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徐医师 不要关啊 这个很挺好的 看起来很惨 可是我们都在想说 其实我们会常常会很感叹就是佛陀在的时候 那时候实在是蛮不错的 那想想看 如果我们现在可以回到佛陀那个时候 我们可能不好意思坐在现场吧 就是 就是那个程度太差 人家现场都飞来飞去 而且他都不用坐位的 我们那个椅子 还要找一个比较软的 那你想想看在这个时代 还是很认真的修行 我觉得我们也跟 比安娜还要了不起 因为我们的环境更糟糕 所以佛陀其实常常鼓励我们 在极乐世界修行一天 为善百年 不如在娑婆世界修行一天 因为 在这里 问题很多 然后呢 每个人都 会 想尽办法把你的后腿给他扯住 所以你要往前走一步 举步为奸 所以表示怎样 我们在这个时候还愿意走 是不是很了不起 要使尽洪荒之力 那我相信呢 其实这个时代更不容易 但是也显出我们的确 是比安娜还要更不容易 因为安娜是有佛陀护着 其实我们也有啦 只是我们 都 一直抱怨说没有啦 佛陀其实 他其实默默的在护持着我们 我相信 即使 现在这个时代 这么少人在修行 根性 是比较差 常常呢 在六级震动 地震当中 其实很紧张 那一天我们在 那个 保研扇手讲堂 然后就地震 然后我们就在想 这时候要逃去哪里呢 只能念佛 然后念一念呢 大家就 只能 就想 真的我们遇到状况的时候 还是没有办法泰然自若 还是会很紧张 还是会很大声的 念佛 因为不念佛就会尖叫 所以呢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时候 遇到的时候还是 就是笑笑的去 面对这些所有的苦难 那当作是一个 吃补 然后 慢慢的呢我们也许有一天的确会跟 阿南一样 在这么困难的时代还可以 有这么坚定的道心 所以其实也要互相鼓励啦 其实我们这一 这一群叫做 莫法的 这个 难民 就是 在这个难民的当中 因为我们讲 我们常常落难 就像阿南这样落难的 但是呢 只要我们 愿意啊 就是在这一个 法船上 就是 就是抓着佛脚 不要放 抱着佛脚 平常就要抱 不要临时抱 那佛脚抱一抱 那总是有点进步 我相信呢 从苗懂 从现 从一开始到现在 大家多多少少有懂了嘛 是不是 那多多少少有懂的话 那表示呢 我们还是 大有机会 所以 谢谢这个法医 也谢谢传问 一个是 很没信心的 一直打击自己 一个是更没信心的 舍舍没救了 所以这一组 救救我们 那医生 一定要出来救救我们 谢谢